10月31日,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罪刘祥峰案一审公开宣判。 对被告人刘祥峰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,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,并处罚金20万人。 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,并处罚金12万人。 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,并处罚金10万人。 恕罪并罚,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,并处罚金412万人。 同时,对同案被告人罗元灯以故意伤害罪,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,恕罪并罚,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,并处罚金10万人。 对上述被告人犯罪所得予以追缴,上缴国库。 此前,2022年8月26日,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南大学通报, 针对网民反映的中南大学乡亚二医院副主任医师刘祥峰有关问题,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南大学8月19日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, 并通过湖南省医学会组织6名医学专家对其医疗行为进行专业核查。 经初步调查,发现刘祥峰涉嫌严重违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